大家好,歡迎收看旅遊播報 闊別三年,Vlog & Flap終於在2023年回歸 作為全香港最大、最受歡迎的音樂節之一 主辦單位承諾2023年的Clock & Flap 一定會比以往搞得更勝大、更加好 看到網上都已經在賣音樂節的門票 到底值不值得去呢? 到底Clock & Flap是什麼呢? 我們今集為大家介紹一下 Let's go 一如既往,下年的Clock & Flap表演陣容都集結了音樂界的一些知名人士 當中包括Arctic Monkeys Arctic Monkeys是一支來自英國的國際知名搖滾樂隊 在Spotify音樂平台上,坐擁超過3,800萬粉絲 其中熱門歌曲包括 Do I Wanna Know? 和Are You Mine? 今次音樂節將會是他們第一次在香港現場演出 其他的陣容也包括香港流行歌星Tyson Yoshi 法國音樂才子FKJ 和挪威搖滾流行商人組合Kings of Convenience 還有很多很多未公佈的藝人將會出席今次的音樂之家 而Clock & Flap音樂節就是每一次都發掘不同背景 流派 甚至是暫露頭角的音樂家和藝術家 演出陣容這麼多圓花 總有一款適合你 Clock & Flap 2023將會在中環海濱舉行 為所有參與者提供多個舞台和多種餐飲選擇 除了音樂表演之外 Clock & Flap 還有互動音樂裝置 藝術展覽和不少回收站 而大會亦致力推動可持續發展 以低碳等環保措施去減少節目為環境帶來的影響 Clock & Flap 2023有著這麼強大的藝術家陣容 一定成為下年的亮點 作為音樂和文化愛好者的你 一定不可以錯過 Early Bird門票也都已經開售 快點去買 今集節目又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們的節目和channel 拜拜 拜拜